自秦朝以来就威震四方 想当年秦军用强大的军阵横扫四方 而且在接战前往往就靠秦弩 给予敌方震撼性的第一次打击 而随着弓弩传遍世界各地 他也一度成为远程步兵的首选武器 然而当历史步入大明王朝的时代之后 弓弩又似乎突然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那么自秦汉兴起而流传世界的强弩 到底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程 又为什么在两宋还被重荣的弓弩 仅仅过了元朝近百年 就在明朝开始被淘汰呢 今天邪虎就带大家一探 弓弩的千年演化史 弓弩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 却开始兴盛于秦朝 兴盛的理由也非常简单 战争的需要 早在战国时期 弓弩三轮异样式的箭口 就使得伤口非常难以愈合 而到了秦朝时期 出现了一种千含量奇高的秦带箭头 能够致人中毒 失去战斗力 甚至死亡 同时 箭盘上的表面有着氧化割技术 能够使得箭头经常保持着弘力 杀伤力惊人 这种改良后的秦朝箭弩 使得秦军如虎填衣 帮助秦国在战国末期 横扫其他诸侯 一举赢得天下霸主的地位 与此同时 弓弩也随之兴盛起来 成为重要的战略武器 而后 历经两汉的发展 弓弩的射程越来越远 以至于到三国时期 军事家已经不再满足于射程 而是开始重视其射速 由此便出现了大名鼎鼎的诸葛连弩 从这一刻起 弓弩的射速也大幅度提高了 到宋朝时 为了对抗北方游牧民族骑兵 宋军投入了大量弓弩手 加入战斗 使得弓弩成为了 北宋步兵的主要武器 也得到了广泛的武器 除了单个士兵使用的弓弩 宋军还开发出弩床等 大型杀伤性武器 弓弩的发展 可谓在这里走向了最顶峰 然而在元末明初时 火冲已经开始被广泛使用 明军除了将其用在陆地上 对付蒙古骑兵 还更广泛地运用在了水战之中 由于朱元璋在战争中 充分认识到了火冲的杀伤力 与其他性能 于是当历史步入大明王朝的时代之后 中国便开始大力地 进行火药武器的研发 红火冲也因此在红武年间 便达到了定身 结构合理 行制规范也更加不及 在永乐时期征战越南的时候 朱棣更是在前人基础上 独创神机枪炮法 并在后来征战末北的时候 将火枪部队干裂为一个战阵 放在了骑兵的前方 而这种作战方式 使得火冲的应用更去专业化 甚至出现了独立的兵种 就是我们熟知的神机营 到了明朝中叶的时候 火冲又进一步地升级为 佛狼机 红衣炮 以及单兵使用的鸟冲能 所以公弩再火冲等火器的 大幅度完善 以及普及的过程